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如今我沦落在此啊 拿自己的字 换一点盘缠 不管是谁买了 那都会当成传家宝的 是啊 你最棒 你最厉害 你是皇上 你说了算 发强了 拿口了 你看看 我就说了吧 我字有人喜欢 发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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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啊 开口罪 这些东西 企业同友 看到了吧 你的字在他们眼里 还没个铜板石碑呢 这幅字 笔画圆润柔美 清丽潇洒 颇有名代董奇昌的风范 在世道好的时候 应该能卖几两银子 你居然能从我的字里边 看出董奇昌的风范 看来你对书法颇有研究啊 部门二位 在下萧凤生事已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山西第一大才子 萧凤生是吧 惭愧 惭愧啊 你是否画过一幅 古道西风图啊 有啊 不过我当时 送给了京城一位友人 听说此画 几经辗转到了皇上手里 皇上爱不释手 怎么 你见过此画 那倒没有 我有一个乡亲啊 他有一个远逢亲戚 在朝中做官 然后我听过这个事而已 可是你为什么不卖字画 要在这儿乞讨为生呢 世道不堪 灾荒之年 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 哪儿还有什么闲钱 买我的老师字字画呢 我又不愿攀附那些达官显贵 也就只得乞讨度日了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怪不得先生 能画出连皇上都欣赏的大作来 这位兄台 倒是肖某的知音啊 不过 我也没有别的东西可赠 这枚铜钱 我就赠予兄台 好歹也能买碗薄粥 告辞了 龙小爹 现在总算知道了吧 大臣们啊 觉得你的字值钱 并不是因为你的字 写得有多好 而是因为你是皇上 天子莫保 谁不想要啊 那些富商要是知道 你是皇上的话 倾家荡产以后买你的字的 老大 你就别再挖呼我了 这趟微服私房 学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比在宫里边 读得所有的书籍 就加起来 还要多 强谷不用撞锤 那我就不多言了 不过 我要开始准备 去给你赚路费了 我都赚不到 你能行吗 我 梨花 江湖就是我的天下 知道吗 老大 你说的不会是这个地方吧 当然 一会儿看我眼色形势 知道吗 走 不 老大 来来来 买定留守了 来 大人买刷 这边 咱这边说啊 这边 来 买定留守 来 大人买刷 咱这边定定了 咱这边啊 咱这边 赶紧下注啊 好嘞 来来来 一个儿 运气这么差还怎么呢 来来来 接着来 去去去 我说怎么没把他说呢 原来这儿有个小叫花子 说谁小叫花子呢 告诉你 我们小爷有的试钱 金元宝 这有钱啊 金镯子 谁啊 好 好 有种你跟本少爷赌 好 赌就赌 好 好 好 赌 来 赢了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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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大 老大 算了 见我就说话 我正玩得兴起呢 老大 那个啊 最后一局了 小爷没时间了 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了啊 最后一局 行 行 行 快 上 咋子 咋子 咋压了 压 压 压 对 谁压上 谁压上 一把给我翻回来 一把定输赢 对对对 对 好 没事 你给我 一把定输赢 好 好 对啊 好 来来来来 抱子 抱子 来啊 抱抱子 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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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什么事 真是抱子 你干什么 小爷的傻子还没摇开呢 开啊 开 开啊 开 开 开啊 倒是开啊 对啊 你还能开什么呀 等着啊 来来来 随便来 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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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开 拿 不放开 快开啊 开开 开啊 看好了啊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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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十九点 这 这 哇 不要 行 干什么 乾什么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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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 这仨骰子怎么可能要出十九点啊 你出老仙啊 不是 肯定出老仙 我说 对啊 我又没多一个骰子 这是小爷的本事 自己没本事还怪我 有你这样的吗 你出老仙 你不能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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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能了快走 这把不能出了 再来一把 外兵来抓土了 这样子跑了 这样子跑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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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发财了 老大 一共有几十两呢 这下好了 我们不仅顾马车的钱有了 吃饭的钱都有了 老大 你真行 那当然了 要不然怎么做的你老大呢 拿过来啊 这些钱都是我挣的 跟你没有关系 行行行 算我欠你的 回头我就还你 行吗 还我 我的利息可高了 你还得起吗 老大 你可不要趁火打劫啊 趁火打劫 全天下哪有你这个皇上厉害啊 大明内乱 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大明的整个江山 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 想过上几天安生日子 可你们呢 朝中权贵搞起了圈地 各地的官吏 争相设置各种关卡 变相收取各种赋税 你们这才叫做趁火打劫 一本万地的勾当呢 你 我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我说的都是实话 龙小爹 其实这就是我要的利息 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 消除权贵特权 隔除击毙 整顿励志 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好 我答应你 这个利息我一定还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盖超 龙小弟你干吗呀 赶紧姑娘车回京城吧 别再结外生枝了 师不刚好路过吗 我这辈子就没吃过把王餐 咱们还是把没付的钱 给人结了吧 别人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啊 龙小弟还挺好面子 老百姓就怕皇帝不要面子 随便天下骂声一片民怨沸腾 皇帝去装农罪啊听不见 放心吧 我这次出宫啊 这心也算是真开笑了 走开 走开 来 两位小官 两位 来 请 掌柜的 这是上司欠你的饭去 够吗 二位 你们客气了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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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没想过我们会回来啊 哪能啊 二位都是正人君子 肯定会回来 我就知道了 按照我的做派呢 就像你上次那么稀罗我 就可以抵了这顿饭去 不过呢 我小弟为人正直 非要拉我回来还你钱不可 是啊 是啊 二位爷 不是小的粗粗势力 小本生意都亏不起 怎么着 我再请二位 用我一餐 算我对你们上次那个赔罪 你看如何 不必 可以可以可以 有酒有肉 老大 吃白不吃吗 不是 你 没事 人是铁饭是刚嘛 吃饱以后再上路啊 万一一会儿路上想买好吃的 没有了呢 而且你看老板人家多有诚意啊 就是吧 赏个脸 二位赏个脸啊 小二 快 请二位延楼上 上雅座 好 这边 敲雅座啊 走 小心楼梯 慢点 快 这儿 快 这儿 这儿 好 这儿 饿了两天 总算能饱餐一顿了 龙小弟 你现在终于知道了吧 为什么我这么贪吃 就是因为 小的时候总挨饿 吃完上一顿 下一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吃了 我总想着 咳着一顿饭 使劲吃 使劲吃 这样就不会挨饿了 我明白了 老大 你就放心吧 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挨饿了 不管不让我挨饿 你要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不挨饿 好 我努力 尽量做到 老大 我们现在是不是该过辆车回京了 可以啊 我们要把这些点心都带上 饿的时候可以吃啊 也是啊 这里的旱情虽然没有太原的严重 但是估计路上要买到吃的 也挺难的 来 再吃点 了 铁铺头 这就是他们 长柜的 你这是干吗呀 上次的饭钱我们可结清了 这顿是你刚才在底下说你请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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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一顿饭的事吗 那我们给你钱还不行 你报什么官啊 二位爷 这就不怨我了 你们这胆子也太大了 既然巡抚大人 已经全省通缉你们 还敢上我这酒楼来 想不到我身为大清皇帝 竟然被自己任命的官员通缉 惶惶如嗓架之犬 下一张 果然是的 给我拿下 铁卫宫 住手 你认识我 我虽不认识你 但我知道你是谁 你做了二十多年的捕头 破获无数刑案 抓过无数盗匪 屡受朝廷的嘉奖 去年你因公制残没了左手 皇上特意恩赵 命宫中的能工巧匠 帮你打造了这只 可以伸缩的铁手 你怎么知道我这铁手 是皇上亲自下诏打造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 你是巡抚大人下令通缉的要犯龙三 那你可知巡抚大人为何是要通缉我们 当然知道 假冒钦差 伪造圣旨 勾结牛角寨的山匪 打结官粮官银 铁卫国 你误会了 这通缉令上的案情 另有内情 我乃是真的钦差 是皇上下秘址 让我来山西宫干的 宫干 我铁某办案无数 不肯认罪的犯人见得多 但没见过 你这么负于顽抗的 巡抚衙门都已经定了罪 发海捕文书通缉你 你还在这满口跑马 我告诉你 有什么话 好好随我回衙门说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老大 她没事吧 没事 快走 你认识她 我不认识她 我们快走吧 好 你是谁 铁卫国 看在你平时 清廉勤灭的份上 今天我饶你不死 不过 你还是先在床上 躺一个月吧 包子嘞 热热热的包子 上天前 你上天不打了 没有没有 后来闪开 包子 刚出龙的包子 龙小弟 我有那么重吗 你怎么跟打醉拳似的 歪歪倒倒的 老大 这是我这辈子 第一次背人 我能背着你 一口气 抱住火银鞋 就已经不错了 糟了 钱 我把钱全都 落在酒楼里了 老大 先别想钱的事了 保命要紧呀 龙小弟 要不然你把我放下来了 宁可是金枝玉叶 别到时候 把你的龙胳膊龙腿 给你压坏了 不是啊 铁骨头的铁手 是我亲自建造的 我知道它有多厉害 你一定生母亲了 咱们 咱们得赶紧找一个地方 让我给你包撒一下 你 前面好像有一个茅草屋 进里面休息一下吧 好好 我要真的是快走不动了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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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长这么大 还没这么累过吧 那是 你怎么留那么多血啊 你 你让我看 大惊小怪的 没见过世面吧 没事儿 你先出去我自己看一下 你别闹 我出去 你想占我便宜是不是 告诉你不许占我便宜啊 去去去 赶紧去 出去 真的 真的 快点走啊 走 走走走走走走快点 快点啊 快去快去快去 不是 你你确定你自己能行啊 我确定 去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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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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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可以吗 你怎么不说话呀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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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叶师弟 你不是跟着凡师妹一起 随着吴应其进京了吗 吴应其这几日 游山玩水 一直拖延进京的时间 几日前 我和凡师姐发现 这次伏击打得并不顺利 那龙大人的手下武功 个个都不弱 前去搬救兵的人当中 我们杀了三个 跑了两个 二公子 为之办事不力 运受则罚 罢了 你已经尽力了 继续暗中追查龙大人的下落 想办法把龙大人的行踪 透露给刘德昭 可是刘德昭也有把柄 在龙大人手上 就算他真的抓住了龙大人 也未必敢杀了他 卑职担心他们二人 化敌为友 暗中达成交易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不是太不利了 所以你更要掌握好时机 杀了龙三之后马上撤离 让刘德昭的手下晚到一步 替咱们把书箭之死 和龙三之死这两口黑锅 都给背了 嗯 背之明白了 背之这就去办 师姐 这回你看到了吗 无应期根本就不像我们 接触的那么简单 他表面上看起来温文尔雅 实际上就这么很多 不 我不相信 也许 他只是听命于 吴三桂的安排 不得已而为之 好 就算是奉命行事 那你现在也应该 可以看出来了吧 他那么有心机 根本就不像我们平时 接触的那么简单 也许 他跟我们一样 我们不也听从于 师父的安排 去算计他吗 梵师姐 我能感觉到你的无应期 很有好感 我不想打击你 相反 在师父的面前 我还会替你打掩护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 你千万 我心里有底 好 那不多说了 吴三桂已经派人去 追杀康熙了 大师兄他们还蒙在鼓里 我现在必须 连夜赶去给他们报信 你去吧 吴应期这边 我就说你在山西 有个旧友 去探望他 与我们在京城会合 好 那就这样 所以我就连夜赶去 太原叔府 想给你们报信 不料铺了个空 我就一路找到这里来了 夜师弟辛苦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 在追杀我的人当中 有吴三桂派出来的杀手 你赶紧回去吧 别让吴应期起义 你不用担心 吴应期现在对凡师姐 很是信任 我还是留下来 同你和雪师姐 一起寻找康熙和易欢吧 夜师弟 是不放心小师妹吧 是啊 我是不放心小师妹 你和雪师姐武艺高强 不论是刘德昭 派来的官兵 还是吴三桂派出的杀手 都奈何不了你们 可小师妹呢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小师妹不会有事 是吗 我今天在欢迎县的大街上 碰到了山西第一名部 铁卫国 你的意思是 欢妹遇到了铁卫国 若是其他不管 欢妹可以勉强应付 但如果是铁卫国 欢妹不是她的对手 打起来了吗 我当时看铁卫国 带着几个捕块形色匆匆 又想起城门旁 新贴出的 周拿你和龙三的告示 就留了个心眼 暗中未遂 没想到 他们真的是去捉拿 康熙和小师妹的 康熙和小师妹 在酒楼里被人认出来了 那掌柜的暗中报了官 欢妹实在是没有经验 怎么能在这个时候 去酒楼这种公开的地方 大神兄倒是经验丰富 为什么还是没有 保小师妹周全 今天若不是我及时赶到 他们就 可小师妹还是受伤了 伤得重吗 你说呢 他被铁卫国的铁手 抓伤了锁国 肯定伤得不轻 等我解决了铁卫国他们 追出酒楼 小师妹跟康熙 已经不知去向了 青城也受伤了 无法行走 我将他安顿在城外土地庙里 这样吧 你先 你还是先照顾雪师姐吧 我会尽快找到小师妹的 你放心 小师妹现在和康熙在一起 就算我找到了他们 我也不便现身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让你和雪师姐 赶去与他们会合 有你在他身边 我放心 暂时只能这样了 多谢你 叶师弟 多加小心 老大 你醒了 你伤口怎么样了 我好不容易才给你包扎好 你千万别乱动啊 我这伤口是你包扎的 对啊 不是 这个是我第一次给别人包扎伤口 要是包扎得不好 你千万别笑话 你怎么能趁我昏迷的时候 占我便宜呢 我怎么占你便宜了 那你的伤口流血不止头 我怎么能看着不管呢 我发誓 我绝对没有趁机占你便宜 不过你皮肤又滑又软 摸起来确实挺舒服的 住口 说什么呢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抱着我睡觉啊 我冤枉啊 你这流血不止 舍脚又冰又冷的 我也不会生火 我只能抱着你睡觉啊 你怎么那么多借口啊 我现在好了 你赶紧下去吧 我都说让你 老大 老大 你没事吧 老大 龙小弟 我怎么感觉 我这脑袋这么晕啊 老大 你头好烫啊 这样 来 你先躺下 烫好了 好冷啊 把衣服盖好 把衣服盖好 把衣服盖好你就不冷了 不冷了 龙小弟 我想喝水 水 水啊 水 水 你等着 我去给你找水去啊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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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好 灵魏 我下一个